这样一家一家敲门开始这样起家 最后我呈现了比较完美的一个proposal 赢得了他们大多数的一个赞同 因为特斯拉对于这个货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它的货物体积非常大 我2014年年底移民来到加拿大 经过一年多的沉淀 也观察了各种行业 我发觉家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也越来越红火 我觉得这是对物流来说是一个契机 因为原来我在上海 从事物流行业也十多年 正好那时候我也碰到APEX的founder CEO 我们正好聊起来这一件事情 那么在我脑海里我就想到说 何不在加拿大也这样 能够建立一个APEX的分公司 我们可以做一个中家两国之间的 一个贸易的物流支持 当我发觉这一个契机之后呢 我也做了一番调查 在主要的一些大的城市 温哥华 多伦多之间 我觉得人口密集的地方 会更加有利于物流行业的一个发展 之后我也做了一些proposal 那提交给到APEX的董事会 董事会当时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是觉得说我来到加拿大 其实时间并不长 可能我的资源人脉也不是很够 当时董事会是五比二的一样 这样的一个选票 等于是反对的声音占了大多数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也是要做一个反思 我觉得反对的道理也是存在的 因为毕竟我刚来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经验是不足的 我拥有的是在中国这一边 比较丰富的物流行业的经验 我如何避免我的短处 来发挥我的长处 这是我需要加强的 所以为此我又去做了一个 深入的市场调查 毕竟来说物流这一个行业 能够把家中两国的贸易 作为一个桥梁能够架起来 这一个契机是我看到说 这是一个正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最后我呈现了 比较完美的一个proposal 赢得了他们大多数的一个赞同 然后APEX加拿大 在2015年的年底 10月18号正式成立 刚刚起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背后都有一种 显为人知的故事 我记得当初有一次我去 相当于是敲门禁的时候 那公司的前台 首先就把我挡在前面 他有在问我说 你是哪一家公司的 然后我很诚恳的跟他 有介绍我们的公司 他思考了一下 然后说让我等一会儿 这一等就等了大半个小时 当我后来有接触到他们公司的高管 我有跟他坐下来 给了我机会 又阐述了我们公司的背景 结果我们谈得非常愉快 我了解到他的企业的需求 我也提供了我们的物流的一个方案 他觉得比较满意 所以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说 从这一单开始 他至今我还记得 是我们给到我们公司 第一个单子的一个客户 那从当初第一次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走过了七年 我记得创业的前三年 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时候天天几乎都是早起晚归 早上出门的时候是看不到太阳 晚上回到家里 几乎都已经十二点 要联系航空公司 要联系客户 然后安排当中所有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凌晨一点 开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 我几乎都快睡着了 然后等我一醒的时候 差点撞到对面马路的栏杆上 把我一下子给惊吓起来 那时候我就想说 不能这样子 万一我有什么以后 就没有APEX加拿大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非常享受这一过程 有欢乐 有开心 也有紧张的挑战 我非常欣慰的是 每当一单货 我能够顺利安全地 帮客户送达到目的地 客户事后 非常感谢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Apex加拿大成立至今已经第七年了 那我们服务部也是大大小小各种行业 数不胜数 那其中比较知名的企业 比如说特斯拉 三一重工 还有华硕 ASUS这些是比较知名的 我们还涵盖了其他各种行业 比如说食品 家具 服装 汽车等之类的行业 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 我们总部那时候给到我一个 关于特斯拉的一个订单 能不能拿到这一票订单 要取决于我们的服务 和我们提供的方案 因为特斯拉对于这个货物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它的货物体积非常大 但是是很精密的 也就是说它对于货物的包装 也是有很大要求 不能淋雨 不能碰撞 当时我知道说有五家公司 在竞标这一个货物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首先要做的是 先要跟出厂公司 做一个沟通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跑了差不多有五六次 每一次去就针对这个货物要细节沟通 拍照尺寸 所有的环节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我们在跟航空公司沟通的当中 也是要提供很多个数据 货物全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一个平衡的配比 接下来我还要跟工厂这边做一个沟通 所以在来来回回的当中 我们对于这货物已经做到了如指掌 最终我们从这五家的公司当中 我们脱颖而出 中了这一个标